龙王历险纪十八集之刺龙王 很多人催更 此视频点赞过两千 立马更新下一集 谢谢支持 书说上集第十七集 讲述了冰火双头神龙王 被Boss抓去做实验 最后也研制出来了双头僵尸 龙王们历经千辛万苦 最终打败了双头僵尸 将冰火双头神龙王救出来了 并且归为十四龙王 随后的GD十五个刺龙王 被仙人掌地刺玫瑰刺客 挟持了龙王们需要钱去营救 龙王大大们 我是宁萌奥特曼 因为翻识聊奥特王老婆 要生孩子了请了假 所以接下来 由我指导大家 去寻找其他龙王 经过我国庆节这几天的 深入潜出调查得知 刺龙王的来历是由花生刺 仙人掌 地刺 玫瑰刺客四大带刺植物 合体而成 至于为何最后合体成了龙族的模样 传说是因为花生的体内 有两颗花生粒 而植物的世界里有的花生体内 会孕育出龙珠粒 虽然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 但是刚好合体的这个花生刺体内 刚好就是龙珠粒 所以才诞生了刺龙王 原本刺龙王管辖这四大带刺植物 结果时间飞逝 最后他们叛变了 有一天 乘着刺龙王睡着了 就将他挟持了 经过我询问唯一没叛变的花生刺后 得知 他们挟持的目标 其实不是谋权篡尾 而是让直哭笑不得的一个需求 就是希望能帮他们理发拔刺 无奈刺龙王不同意 而且也没有这项理发的技能 但是我们为了解救刺龙王 并且要他归位 只能是想办法 找植物界的理发师谢老板亲自出马 于是龙王们找到了谢老板 请求出站 帮他们理发 谢老板 要求大家给他们很多的点赞关注扣 666才会出马 还好大家都给了点赞 666谢老板 就给他们一次理发了 第一次理完发后 神经气爽精神了不少 玫瑰刺客 也是很不错仙人掌理发后 虽然有点搞笑 但是也过得去 感谢你们帮我们理发 这样我们自信多了 看在你们理发的这么好 又听说你们在寻找 第16个豌豆龙王的下落 那我们就把情报告诉你们吧 其实豌豆龙王被判变的 咖秋莎豌豆炮给抓走了 至于为何抓他 你们可以去找三重电能豌豆 他或许会知道一些线索 预知豌豆龙王的下落 敬请点赞 关注19集精彩故事 不见不散